美國人愛死了川普的反應 第一個時間點 他一點都沒有慌亂的感覺 距離川普只有120公尺左右 那可以信耶 他真的是要自探於死地 因為他連續他開了八槍之多 疫情裡人要叫他跑 他說不用 先等一下 先把我的鞋子找到 這張照片真的完全改變了人類 而且完全改變了這場選舉 蛇路士忌的命運怎麼樣 普丁的命運怎麼樣 北約的命運怎麼樣 中國的命運怎麼樣 台灣的命運怎麼樣 幾乎都已經可以 快要說確定了一個情形 所以你說這一張照片 現在在美國廣泛的流傳 大家沒有想到 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部魁尾這一槍 竟然造成這麼有戲劇意 他不但這麼有戲劇意 而這個川普的反應 證明他是天選之志 而這個天選之志 現在對整個選舉 對整個事件 已經造成極大衝擊了 7月13號在美國拼之後 這個槍擊案 還有緊接下來這個照片 還有川普的反應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了 它的影響性相當巨大 抱歉那這張照片 已經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 不說了你知道 這張照片被美國比喻成什麼 另外一張美國拿著新調旗的 在硫磺島的照片 美國把它拿來跟那張照片比您 對 甚至還有人拿來跟什麼 貞德在英帕百年戰爭之後 拿著法國國旗 因為剛剛好 在這張照片後面 就有美國的新調旗 也就是 第一個他大膽不死 他正面高呼 高喊著Find Find的後面 剛好就是新調旗 對 所以這件事件來說 保證人家經過這一場 我們在眼前看到了大型石鏡秀之後 川普已經變成了 被天選之人 現在保證人家 他已經不是當不當選的問題 現在他已經化身 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太一樣了 所以凡殺不死我了 必將使我更加強大 現在在川普裡面來說 他現在已經是信心爆棚 現在美國共和黨 我跟他講 他在昨天已經化身成美國隊長 每一個人都非常關心 已經沒有人在關心 怎麼美國現在在 每一個人都在非常關心 川普的這個狀況 他已經變成是全美國 甚至全世界 注目的一個焦點了 而且你剛剛講的 這個過程真的太戲劇性了 你說既然他差1吋 差1秒鐘 川普就會命上黃拳 保證人現在開始演講 大概5到6分鐘左右的時候 突然之間 砰砰砰 保證人那個槍聲 一共有開了8槍 開了8槍之後 他在第一個時間裡面 他似乎意識到他中槍了 中槍你看他快速的倒下來 快速的倒下來之後你看 秘琴棋的人上去把他圍住 把他圍住之後你看 第一個時間裡面 因為這個槍手後來被知道 他距離川普只有120公尺左右 那可以信耶 對 而且他開槍的時候 因為他 他真的是要置他於死地 因為他連續 他開了8槍之多 如果你說這個支倒四點的話 你看1槍2槍就好了 他是真的開了8槍 開了8槍之後 因為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秘琴棋的人已經發現到他開槍之後 迅速轉到他的方向 把他擊斃 把他擊斃之後 好緊張 第一個因為當時的實況相當的混亂 相當的混亂的時候 保證你知道 這就是個大型實境秀的時間 因為在這麼混亂的狀況之下 更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他的反應 保證 他的反應 又是美國人最愛的反應 為什麼 第一個時間他趴下之後 你看當場還有這個收音 收音的時候秘琴棋的人要叫他跑 他說不用 先等一下 先把我的鞋子找到 把鞋子 先找我的鞋子 我要穿上我的鞋子 對 要找到鞋子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軍事訓練就是這樣子 在逃跑的時候 我絕對要穿上我的鞋子 真的假的 這樣才能夠最好的跑到 我要跑的這個地方 你說他一直在堅持 我的鞋子要穿上 我的鞋子要穿上 最後是秘琴局的人 把他給鞋子穿上 對 你說這個是軍事訓練的第一原則 對 我跑的時候 我都要上下 都要跑 這個裝備都要好的時候 這樣離開 第二個 他還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即使秘琴局要把他頭往下壓的時候 他還說不要 我要戰鬥 你看他還在想辦法 對著鏡頭 就進化邊 對 事實上 我跟你講 他根本就是已經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 他知道說 這是我要表演的時間點了 你知道他冷靜下來 他已經冷靜下來 他確定他沒有問題了 你看他還想辦法 從這個秘琴局的人眼裡面 穿出頭來 然後他 Fight 把手伸出來 對 為什麼 保鞋你知道 因為他 我們講 他這個實境秀的 這個實況主的 這個身上上升了 因為他知道 這是一個表演的時間點 他在冷靜下來之後 他馬上就做出了 Fight Fight的動作 也就是過去我們看到的標準原則就是 現在疫情覺得要用肉身來幫他擋住 把他擋掉以後 當然不可以看到任何川普的行蹤 可是沒有想到 川普就掙扎 一定要把手給伸出來 高喊著Fight 對 所以就有這張照片出現了 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出現 因為當好記者就在下面的時候 往前跑捕捉到這張照片 所以我跟你講 保鞋這件事情反應什麼 美國人愛死了川普的反應 第一個時間點 他一點都沒有慌亂的感覺 而且他上來的時候 他還Fight 還有非常有鬥志 即使他臉腳已經受傷了 他還是這個樣子一直這樣 所以美國人就愛這種英雄 而且連他在上車的時候 上車的最後一刻 你要把手給伸出來 這不是就是美國人最愛的嗎 即使到你已經都受傷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還是要Fight Fight Fight 堅持跟你戰鬥到底 然後這個整個石敬修 這樣大實況的演出之後 你看美國的民意 當然就是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而且我們這次講的 Politico雜誌裡面 是比較偏民主黨的 連偏民主黨的雜誌都說 太贏定了 對 因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變成是 遇血英雄的形象 也是千古形象 所以我才跟你說 這張照片真的完全改變了人類 而且完全改變了這場選舉 甚至也可以說 確定接下來的話 這個折禄斯基的命運怎麼樣 普丁的命運怎麼樣 北約的命運怎麼樣 中國的命運怎麼樣 台灣的命運怎麼樣 幾乎都已經可以 快要說確定了一個情形 我們知道的美國媒體 他們是有自己的政治偏好的 特別是對川普 川普有人是愛 非常的疼愛他 有人恨他恨子入骨 特別之前講到 當拜登 他的那場演說表演不好的時候 剛剛講的 誰第一個反彈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過去是親民主黨的 他們是厭惡拜登 厭惡川普 厭惡到了極點 可是連他們都用這張照片 連他們也都不能放棄這張照片 就代表現在美國 你不管你喜不喜歡川普 你現在呈現的形象 都是那個英雄的形象 對 沒錯 現在美國即使是怎麼反對川普的 CNN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都把他的照片放在第一個時間點 而且就是那種英雄的形象 保證 哪有任何一個媒體 會這樣報導 但是你也不得不這樣報導 保證 甚至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現在幾乎美國重要的是所謂經濟的人物 或是很多風向派 現在完全都轉向了 你看 第一個時間點 當然伊朗馬斯克 伊朗馬斯克就是說他是很英雄 而且他說了 你以來跟我印象中的 美國前一個老羅斯副總統 一樣強硬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美國總統 那當然你看他全力支持 希望他盡快恢復 這不用這樣講 我們講伊朗馬斯克本來就是支持公共大 應該講他本來就是川普 他不意外 可是讓人家進化的是貝佐斯 另外就是祖克國 其他這些人也全部跳進來了 對 沒錯 事實上這裡面來說 比較引人注意的是貝佐斯 因為貝佐斯馬上在這個平台上面 X他就發表 他說川普在真正的槍火下 展現了極大的風度和勇氣 感謝他安然無恙 也向受害者及家人致哀 為什麼貝佐斯很有意義呢 保證 那貝佐斯曾經被川普罵 因為他有這個華盛頓郵報嘛 華盛頓郵報 川普就說他就是一個遊說者的報紙 他其實跟川普是槓上過的 他們直接槓上過 結果他這一次公開 在九個月之後 他沒有在X平台發言 他這一次發言一下 所以人家聞到不一樣的味道 他已經九個月 沒有在這個社群網站發言 第一次發言 就說川普是在真正槍火下 展現極大的風度跟勇氣 那除了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叫阿特曼 保證阿特曼也是一樣 你看他講的什麼 他不是說前總統 他是說川普 所以事實上現在目前為止來說話 大家風向都不一樣 你看連庫克 庫克也發了一個 我的心跟他受害者 還有這個川普家人同在 另外時間裡面還說 還有很多這個知名的投資人 David Sachs也是一樣 還有甚至阿特曼 阿特曼之前是反川普 他現在也要導向川普 甚至連這個祖克伯 祖克伯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在前幾天的時候 他解除了Meta 對於這個 還有IG對於這個川普的 這個各式各樣的解禁之後 沒想到目前為止 他好像是做對了這些事情 而且剛才講的 現在在美國的氛圍 已經不是在討論川普會不會當選 而是他當選 到底能夠拿下多少的選員票 現在有人就把這一張弄出來 這個就是雷根時代裡面 他拿下來的 當時他拿下了525張 當時民主黨 民主黨只拿下了13張 而當時雷根最有名的是 他本來身旺不高 他也是中槍 中槍了以後走到了醫院 走到了醫院在開刀之前 他笑笑的問他的醫生 你是共和黨員嗎 醫生說 總統先生 我們今天全部都是共和黨員 這樣的一個話 讓雷根變成英雄了 對 沒錯 實際上雷根在1981年 剛當選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中槍 中槍之後 他還是自己走到這個醫院去 而且你知道 那時候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 他問當天醫生說 你是共和黨員的嗎 他說 報告總統先生 我們今天都是共和黨員 所以你知道 這個事情來說 我就講 美國人會看你什麼 你在危機中間 你的反應是什麼 好 那你看 雷根的反應是他的幽默感 一貫的幽默 但是這一次呢 美國人在川普看到的是 強悍 你的強悍的措施 保健上 現在你的強悍 跟這個川普 拜登就形成一個 兩個極端的對比嘛 實際上目前為止來說 全美都在盯了嘛 川普的行程 你看他的一舉一動 他是在13號凌晨 被槍擊之後 他走下 他回到這個 這個紐澤西的時候 你看全美國都在注意他 他今天呢 到這個威斯康辛州去了 這個做這個造勢的時候 也是全美都在關心他 現在全美國都在關心川普 那川普就甚至說 我在這個民主 這個共和黨的提名大會上 我已經不會攻擊拜登了 因為他已經把他自己認為說 我已經會當選 他的重要任務是什麼 團結美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已經化身成為美國隊長 我們在上一代就談到 這一槍可能改變了美國 他可能改變了北約 改變了世界 對台灣也至關重要 沒有想到川普在光天化日下 剛剛講眾目睽違之下 竟然有人對他開槍 而且離開了八槍 而且非常驚險是 你只要差一秒鐘 只要差一公分 川普就可能命上黃泉 可是沒有想到 川普在這個樹木槍之後 他居然還是堅持地站起來 而且堅持地 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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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個動作完全 你看看 當大海Fight之後 全場歡呼 全場起立 他轉眼說 展現了美國的這種英雄氣概 展現這個英雄氣概 你就對比 這個所謂的拜登 目前就是昌老的狀況 看起來 他的當選是非常的可能 當選非常可能之後 現在 美國共和黨就講 他們要全面推動 所謂的反中的法案 而且 他們要對付什麼 以中國為首的中心 沒錯 他這個Fight Fight Fight 目前為止要Fight的對象是誰 寶傑 那就是中國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他現在已經抵達了Milwaukee 我們要進行這個美國 接下來的共和黨的 全國代表大會 但是他這裡面 這一次呢 除了要提名他 當任這個 共和黨的這個參選人之外 這次還要衝過 所謂的他們的黨綱 因為他們柔性政黨的話 每一年的黨綱是不一樣的 那這次的黨綱 就是未來川普的施政理念 這次通過了20條的這個黨綱 這是20條的黨綱裡面來說 大概有幾個重點 一個就是什麼移民法案 我們要最嚴格的移民法案 再要建立美國 因為最強大的這個軍隊 然後要確保美元的這個地位 還是要重申美國是第一名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是 他要求要取消給中國大陸 最惠國的這個待遇 這很嚴重嗎 他們很嚴重 抱歉 最惠國待遇就是WTO中間的 兩個國家中間的 互相的這個狀況 他認定說 你可能還是開發中國家的時候 我就給你最惠國待遇 全部拿掉之後 所有優惠都不見了 沒有優惠了 對 沒有優惠 所以他這一次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 是更加的這個濃烈了 那尤其他這一次 黨綱非常有意思 他就 Bad American Great Again 然後再說 獻給被美國遺忘的美國男女 所以簡單的說 他其實這一次來說的話 就是我要盡力 提升美國的國力 同時之間 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他們現在的這個論調 就是美國很多的工作都被搶走了 被誰搶走 被中國人搶走 沒錯 所以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就要對這些被遺忘 這些被遺忘的 就是美國的工人了 事實上他這一次被遺忘的是鐵鏽帶 他這一次是被遺忘的是 更多美國的國人 另外一個是什麼 保證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看 因為他當選 目前為止看起來 沒有什麼懸念 連他自己今天就說什麼 我覺得上帝救了我一命 所以你知道 現在整個氛圍是 對他相當相當的有利 好 那於是我們再看 事實上他的這個前國安官 歐布萊恩最近在投書 因為很有可能 他未來也可能會再回任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以實力回歸和平 也就是說他未來的是說 我們要用更 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話 就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所以他其實是 相當強硬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目前為止在說什麼 他說他曾經在這個媒體投書說 他認為應該要讓台灣 這個參加所謂的演習 包括像這個所謂環太平洋演習等等 他說拜登拒絕這樣做 他說這是一個必須要糾正的錯誤 所以他的態度是相當強硬 然後他說海軍應該這樣 一艘航空母艦從大西洋 轉移到太平洋 五角大西洋應該考慮到 整個海軍陸戰隊 部署到太平洋 所以顯然歐布萊恩的政策裡面 來說的話 美國最大敵人在太平洋 那在太平洋是誰 那就當然就是中國這個國家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 川普之前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國安團隊 或者他這個所謂的親密的這些朋友 全部都放狠話 而且全部都對中國放狠話 對 甚至還說什麼 你要重啟什麼 核子制爆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你這個 普丁能夠用這個核子武器威脅 我們也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他有認為說 我們要加強我們 包括說核打擊能力的這個政策 所以你看歐布萊恩是這樣說 好 那我們講到 歐布萊恩是比較偏向 所謂的外交政策這個部分 還有國安政策這個部分 但是對中國插內彈的是什麼呢 保姊事實上是什麼 關稅戰2.0準備又要開打了 你看這是華爾街日報說 中國為特朗普 就川普可能重返白宮再做準備了 那做什麼準備呢 因為第一個 他們現在在觀察說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美國就要宣布所謂副總統的人選 如果副總統的人選 又是個鷹派的話 那就徹頭徹尾量了 連總統副總統都是鷹派 那對中國來說 絕對沒有好事 另外一個就是他目前為止 幾個重要的核心團隊的人物 第一個現在重點是誰 是萊特希哲也就是賴海哲 那為什麼呢 因為賴海哲或萊特希哲 他其實在這幾年的時候 他沒有在官位的時候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說 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說沒有什麼的關稅是怎麼的 沒有什麼交易是免費的 意思是什麼 他就要弄他的關稅 他關稅要出來了嘛 川普曾經自己說他是關稅人 那他是把那個萊特希哲 是火箭人 因為火箭人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在跟日本談判的時候 他丟一個飛機丟過去嗎 雖然就是飛機人火箭人 那現在有可能要重新回來啊 重新回來 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他說這個美國革命以來 這個他把中國認為是美國革命以來 還有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政體 最大威脅 所以他的態度是相當相當強硬的 所以就是說他上來的話 可能就會開始又把他的這個 過去的萊特希哲 那種所謂鷹派的事情 再重新再做一次 這美國革命以來 難道是美國建國以來嗎 當然啊 美國建國以來中國是他最大敵人 當然他就這樣說 好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Navarro Navarro保證你知道 他事實上目前為止還在監獄 為什麼 因為他藐視國會 所以他被關 那但是他是非常強硬的 這個川普支持者 而且他的很多 我們知道 我們過去曾經介紹他寫的書 他寫的書就是川普的政策 他現在也是 他是為了捍衛川普 然後在被關 被國會 藐視國會最被關 所以他應該出來之後 又會是川普的重要人選 那我們兩個都是鷹派中間的鷹派啊 所以你知道他事實上 中國為什麼現在很擔心 他們回來重新再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幾天很多大咖都出來 隱隱的開始挺在川普這一邊 伊隆馬斯克不用講 可是你看貝佐斯 貝佐斯 他不愧是世界上千山有錢的人 他現在馬上也出來說 我佩服你的什麼 風度和勇氣 那另外艾特曼也是 保證阿特曼他事實上是 美國對沖基金的一個大咖 他事實上在這個X上面公開 他公開支持川普囉 他是公開支持川普喔 那他說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阿特曼在2021年的時候 他曾經批評川普喔 他當時說 川普你煽弄國會罪 你這個是叛國 他說你應該辭職 而且你應該要下台 他當時是這樣罵喔 可是他這次是支持川普喔 那你看神微軟的納德啦 或是說這樣 這個另外一個 阿特曼是這個OpenAI的公司 還有佐克博 還有庫克 其實他們過去可能都是反川普 但在至少在這一次裡面來說 他們都是讚揚川普 所以來說這一次 因為槍擊事件之後川普已經是變成了神力加持 變成是美國的美國之子 現在整個氣勢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會在 在禮拜六的 那一個槍擊 真的已經改變了美國嗎 剛剛講 現在這一個槍擊 沒有想到你只差了一公分一秒鐘的時間 川普居然給成國 不然他就密上黃拳 那之後你看他的表現 他那個強悍的表現 正臂高吾 高喊的Find Find 你看他高喊Find以後 後面的人全部起立 所有的人為之動容 這個東西他已經無法擋了吧 已經完全無法擋 你要知道今天紐約時報特別寫一篇文章 他就說川普在整個離經這個件事情 然後跟之後就Find 那個裡面的一個狀況 他說這個完全就是川普的本性 以及他知道他在這個生死關鍵點 他都沒有忘記他的觀眾 他知道在這個時間點 他所要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後來就是 這當然是紐約時報 他這樣的講法 那川普是說 他為什麼自己到最後會講Find 他說因為在那個瞬間 他說全部的人全部都鴉雀無聲 他說那是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瞬間 他自己知道我一定要講什麼 我才能讓大家給團結起來 所以他才會舉手講Find 他知道這個時候他要有表示了 對 他說你要有表示 你才能可以把大家的那種 凝聚大家的一個團結 所以他一講Find 所有人就講USA USA 那個這個現場跟拍電影一樣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就回到川普這個人自己本身的一個天性跟本性 第一個他自己是強人 第二件事情他其實長期是活在所謂的美光燈的焦點 所以他其實知道在這個瞬間 在這個其實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歷史一個瞬間 他要展現出美國強人強權的那個姿態 然後川普這個一邊的耳朵流血 然後高舉的拳頭 那螢幕真的人家都說這一幕決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川普應該已經是當選美國總統 你覺得穩了嗎 對 應該是穩了 第二件事情 這個拍到那張照片的那個攝影記者 應該會是這一次的熱門的博力之獎 的一個攝影獎 那其實除了這個畫面 我跟你講川普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說 我們都知道他好像7月15號還是7月18號 要被那個共和黨提名嘛 他說他本來覺得 他的那個在那個提名大會上 他所有的發表的言論 全部都要炮轟拜登 但現在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我的 他把所有的內容全部都改變 改變什麼 團結 他說因為他收到太多 不同階層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 每個人都來問他 他感受到這是一個契機 什麼樣的契機 就是要用這個機會來團結全美國人 讓國家團結起來 你聽到這個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這張照片 這是我們現在最新收到的照片 他在喵爾瓦基降落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一排人站在這個地方 這個嘛 這就是當地的這些工人 這些所有的機場的服務人員 所有人 你說一百我都忙得要死了 你下來就下來 我管你什麼事 全部都站在這裡迎接川普 而且寶貞哥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他被打到的時候 他第一個是說什麼 我的鞋呢 他找鞋 我要讓我穿上我的鞋 對 為什麼要穿上他的鞋 因為在這個時刻 他還要處遍不驚 我還要躺這麼快 到時候被那個金尊隊所拍到 會變成讓你落荒而逃 沒有 他還是要 所以你就知道他很知道 身為一個強權的總統 美國的總統 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我在這個危機生死關頭 我還要撐住 我有那個班 所以在這個其實 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 真的為什麼美國人 現在很多人本來可能對他不認同的 現在都認同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現在第二天 他就去打高爾夫球 跟這馬照跑五招掉 就是前一天差點沒命 結果沒有想到第二天 繼續去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覺得他那種硬漢形象 真的是已經是刻在骨子裡面 現在所有的美國的人 真的包括那個美國歌手 然後蛇歌手 這50分 就幫他開了演唱會 有沒有 然後以他為出場 然後整個幫他拍MV之類 另外一個UFC的格鬥的選手 艾文 他在比賽獲勝之後就說 嘿 我剛剛聽說他們想要打我的 my boy川普 我很高興他沒事 然後就直接講 川普五萬歲 Let's go 然後就川普五萬歲 所以現在所有的美國 那種硬漢象徵群的代表人物 誰是他們的頭頭 川普 欸 這個天公的兒子 你知道嗎 像這個也是啊 那個USA川普總統 我向你致敬 你這個退伍軍人專遊 你太誇張了吧 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說是他們 包括了一些 搞不好一些什麼警察 那一些的 全部真的都是認為 現在選舉雖然還沒有投票 但是心裡的總統是誰 應該已經還蠻清楚 還有包括網紅也po 把那個川普全身弄上 有沒有刺激 經由這一次的奇蹟事件 真的會讓很多選民 因此而認見川普 所以提會 現在美國人都瘋了嗎 現在都對川普瘋狂了嗎 對 川普瘋狂 而且美國人需要重返農業啊 拜登能夠帶領美國人 重返農業嗎 所以這個畫面 一比較來講的話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嘛 一比較來講的話 大家認為說 川普才有可能帶領美國總統 而且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喔 川普既然沒有被打死 但是代表說他跟雷根是一樣的 你知道川普第一任來講 他就奉行的是雷根主義 而雷根主義 他雷根的任內來講 他最大的攻擊是什麼 搞垮前蘇聯啊 所以現在川普要搞垮誰 搞垮中國啊 所以現在錯來到底就是中國 你知道我觀察到了 接下來的川普 絕對會比在第一任的川普那時候 還對付中國更加嚴重 而且包含中國的朋友圈 一個一個會被川普端掉 你知道什麼意思呢 你看現在中國來講的話 他透過什麼方式 透過墨西哥 透過巴西 洗產地不是嗎 電動車 或者很多貿易來講的話 都是透過這些地方 進入到美國市場 他包含什麼 偷渡客 還有包含解放軍的偷渡 都混入從墨西哥 混入到美國境內 所以今天川普一上任的時候 不是只有對付中國而已 包含跟中國站在一起的 跟中國接近的這些國家 一個一個會被川普對付的 而且你知道啊 當然台灣要閃遠一點 台灣如果跟著中國 套開鏡的話 今天川普也會對付你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今天川普 我想大概已經局勢底定了 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垃圾時間 不過我覺得啦 拜登如果要搬回一城的話 也不容易了 現在看到民主黨內部 也沒有人說要去取代拜登了 為什麼 所以現在 你看 但這個情況之下 誰能夠對付川普呢 所以拜登裡面 沒有人要當跑位了 沒有人要當跑位 沒有要當這一個最後的 這些民主黨的政治明星 保全自己 而最後可能川普真的是會當選的 上禮拜五 美國進行了今年第一場的總統辯論會 沒有想到後遺症這麼大 現在整個民主黨如上拷比 整個民主黨也驚慌失措 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但是看到川普的陣營囂張了 川普這一下弄了一個梗圖說 現在誰也倒不了他了 對川普這梗圖寫的 Nothing can stop what's coming 就是說 接下來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川普 而且還在加注意個 Nothing Nothing 就是沒有任何事情 I'm unstoppable I'm invincible 我是無敵的 我是勢不可擋 為什麼 因為現在 他現在真的勢不可擋了嗎 當然因為是相對一論 現在整個民主黨叫做哀鴻遍野 每個人大家都覺得大難臨頭了 該怎麼辦 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各位我們講說泰這個雜誌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專件是 panic panic是什麼 恐慌 驚慌失措 完全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你仔細看這個 這個Joe Biden他要幹嘛 叫做他已經往邊邊走了 走出框位了 走出框位這是第一個 再來他也在諷刺現在的拜登 根本如迷途羔羊 不知該往何裡去 各位這不是精神層面的 連物理層次上 拜登也是整天就找不到路走 而且你仔細看 今天tine的這個答案說什麼 拜登是時候該讓位給民主黨獨立了 而且甚至說 要求拜登下台的呼聲 即將變成政耳欲隆 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民主黨在看到拜登 在整個辯論會的上面 那種表現之後 只有一個想法 拜託你趕快走 你再不走 我們整個民主黨 都要被你一同拖垮了 而且這種事情 你看到在親民主黨的媒體裡面 那更是明顯 第一個我們上禮拜講 在Politico雜誌裡面 WTF 不能講 反正就說他連髒話 他都罵出來了 髒話罵出來了以後 看到了什麼 包括紐約時報 包括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湯瑪斯弗里曼 他一直講他跟拜登是好朋友 他說他在所謂的西班牙看直播 看著看著都哭出來了 我用中文來幫大家解釋 到底這個WTF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我們最常講的句話 我到底看了什麼 那就是所有媒體的想法 因為不管是這個Politico 又或者是這個New York Times 向來都是非常支持民主黨 比較偏民主黨的媒體 但是你仔細看到 連拜登最親密的好朋友 這個Thomas Freeman他說什麼 他說拜登是個好人 也是個好總統 感覺是幫他講話對不對 沒有你要看他下一句 但是他應該要推出競爭 拜託你拜登 我是你最親密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good friend Bow out of the race 不要再選了 有這麼嚴重嗎 那當然是很嚴重 你看甚至 而且他是連發兩篇 同一個New York Times 連續發了兩篇重磅評論 還不是新聞說什麼 為了服務國家 為了這個國家 拜登應該要推出這場選舉 因為包括我們講他的密友 那時候在描述那個場景就是說 我那時候確實有判辯論 但我人呢並不在美國 但我在什麼西班牙 但我看著看著 你知道保羈哥他發生什麼事 他發生什麼事 他哭了 他竟然說我看著看著就哭了 他說因為看著這場辯論 在我一生當中 我不記得美國總統競選 正式有比這個人 更令人心碎的時候 他打破了 你說這是令人心碎的時刻 對 就是說他看完拜登的表現 他一直在強調拜登確實是好人 但是他這個狀況 這個年紀 這個身體反應代表 他的身體根本就已經 沒有辦法再應付這個選舉 而且保羈哥 請問一下選舉只選這短短的半年 一年就沒有 當然沒有啊 還有半年 他還要再當四年 這才是最大的重點嘛 而且導播我們看 你現在看到了拜登的講話 講著講著 他根本不知道在講什麼 講著講著根本就不知所言 你看到 川普很壞 川普還在那邊 斜眼的意思 他說你在說什麼 結果 這樣的一個畫面 傳到了全世界 傳到了全美國 整個民主黨 覺得我敢把這個國家 交給拜登嗎 對 因為一個辯論好壞呢 這個是不與自評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去評論說 到底他講好講的壞 到底講了什麼 但最可怕的是什麼 是因為拜登 你根本不知道 他在講什麼 你根本沒有辦法確定 他是不是還在講 而且你自己看看 他這個好朋友 他的資歷 他不是一個隨隨便便 亂評論的人 為什麼 第一個他是猶太裔的 美國記者 再第二個 他是普利之獎 也就是我們新聞 最崇高的一個聖殿的聖杯 三界獲獎者 而跟拜登更是交情分長 深厚的好朋友 甚至過去在2001年的時候 他們還一起幹嘛 一起去阿富汗 一起去巴基斯坦 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就是我們講的 地處偏遠比較危險的國家 代表他們的情誼 是同甘股共患 那一起走過來了嘛 辯論之後 川普陣營就說了 Nothing can stop了 對 Nothing 真的沒有了 因為連我們講 Joe Biden最親密的友人 都跟著倒戈說 拜託你真的要換邊 我們看看民調是更清楚 來拜登在整個收場民調之後 他們用什麼 disaster 這根本是災難 災難性的表現嘛 原本已經很慘 原本Joe Biden 我們講他的這個賭盤 連任機率呢 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就是偏低了 3比7 結果沒有想到一場辯論 跟他的民調 有沒有各位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什麼 這什麼 直接大跳水 變成19.2% 你說這個就是辯論之後 跳空跌停 對 跳空跌停 川普後世看長 還在掌底 來來來 我們直接看這個數字 你更清楚 對不對 原本他們講說呢 這個認為拜登的心理狀況 就我們剛才調到的 他到底還有沒有辦法 擔任總統 原本呢 6月9號的時候呢 至少還有35% 還能看 結果現在直接崩跌到27% 而這個27%代表 連民主黨的人 民主黨的支持者 都認為你沒有辦法 再當總統了 而你看看 覺得他沒有辦法 行為能力不能者 竟然高達了七成人認為 拜登拜託你別再繼續選中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一大堆的金主 各位抽贏跟才是一場選舉 最可怕的 抽贏跟了 對 就代表說 我原本是民主黨支持者 我給你大把大把的線 但現在拜託我之前的就當作認賠 我現在也不願意相信你了 看嘛 通通全部打給他的競選主席 甚至還有人召集到說 我直接打給他的老婆說 欸 你叫人家不要再算了 這代表兩件事 到底拜登還會沒有行為能力 還是說其實整場選舉 他都已經變成是他老婆的傀儡 所以對於民主黨而言 現在是換也不是 不換也不是 進退兩難 好 所以體會 這個辯論真的沒有想到影響這麼大嗎 這個辯論之後 整個民主黨如上考筆 覺得天要垮下來了 連Thomas Freemann 他已經見過多少大風大浪 他說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場 總統大選的辯論 如此令人心碎 然後淚就流下來了 這真的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拜登年紀很大了 但是沒想到說 他的表現真的比大家的預期 還要更糟糕 所以當然在這個電視畫面上面看起來來講的話 沒有人敢相信說 這怎麼辦呢 這國家怎麼交給他 對啊 民主黨如果說 這個拜登在當選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國家可能會有毀滅的可能性 那當然大家會很擔心 當然更加擔心什麼 川普如果上去之後怎麼辦 其實民主黨也在害怕 都是災難 對 都是災難 所以為什麼說這兩位總統 總統候選人來講的話 對大家來講都認為是一種災難 不過其實民主黨如果現在要換拜登的話 也為時已晚 因為在以往的過往的經驗來講 曾經有過兩次 這個換過民主黨的候選人 也就是說現任總統 那但是民主黨不讓他選的 那就是杜魯門 還有一個叫詹森 結果杜魯門沒有選 換其他人出來選 也沒有比較好 因為接下來選上的是艾森豪 那就是共和黨的 然後結果詹森呢 詹森沒有選 但是下一個出來選的也沒有比較好 結果換成尼克森當選 是共和黨的 所以什麼意思呢 只要拜登如果下來 基本上任何一個民主黨上去的話 所以不是只有選總統而已 還要選國會 那你如果說搞一個說 大家紛紛離析 民主黨內部不團結的情況之下 整個國會可能就被共和黨拿走了 所以共和黨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民主黨想了什麼東西 我除了拜登之外 另外想的是我民主黨 是不是能夠拿到參眾兩院的多數 如果還可以抵制到川普 如果沒有辦法讓共和黨過關的話 那整個全部都被共和黨拿走了 所以對拜登來講的話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之前看到你普選票 看到拜登這個民調 贏川普沒有贏多少 贏一點點而已 這個其實在美國選舉當中 因為他是選舉人團制度嘛 所以基本上民主黨應該就算輸了 但是如果能夠在國會裡面擋住的話 基本上還可以擋住川普的一個相關的政策 上禮拜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會 對民主黨來講 那真的是一個天大的災難 大家知道說拜登老了 但是沒有想到他老的這麼樣的時段 在整個辯論會的場合裡面 他常常不知所云 他常常眼神空洞 講著講著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這樣的畫面把全世界都嚇壞了 你就看到 總論斯基今天突然講說 他現在有一個和平計劃 因為現在大家都意識到 難道川普要重新回來了嗎 川普要當總統了嗎 如果川普真的要重新回來當美國總統的話 那這個世界會出現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當然對民主黨來講 或者對拜登陣營來講 我還是想要挽回我的推勢 可是沒有想到 他有一個48小時的一個大作戰 這48小時的大作戰 不做還好 做了把大家給嚇死了 你看到現在這個畫面又是 現在不斷地巴密集安排演講 安排演講以後 看到一個小小的階梯 這麼小的一個階梯 他一開始的時候看到這個階梯根本不知所措 你看到 看到這個階梯 他就愣住了愣住了 他的太太基爾才把他給抱著 抓著抓著他的手 他才有辦法下這個所謂的階梯 也就是他的老太根本無從天 這個演示甚至在演說的時候 他的太太基爾竟然比他還要來的活潑 比較還有魅力 而我們看到了拜登在旁邊就跟撒著一樣 連他要表現清明 表現清明他跑到冰淇淋店 跑到冰淇淋店 他的動作太慢了 慢到像一個機器人 慢到把裡面的電源都嚇死了 保安哥拜登這個階梯 就是現在民主黨所有的心情 也就是想要下台階 但看著這個階梯 卻不知道該怎麼下台階 下不去 對 為什麼我想講 因為跟我們在重開一次 剛剛那個拜登的畫面非常的離譜 也就是等他辯論完之後 你想想看喔 他看著這個階梯 好像庫林森園一樣 你看喔 這個小孩很非常害怕 我要撕一步撕一步 然後是他老婆撕扶了他 他才有辦法跨過這個 他一開始看到不知道怎麼下 他就愣住了 愣住了以後 他太太趕快就扶他 扶他了以後 在他的太太撕扶之下 他才有辦法踩下去 保安哥我在他的動作裡面 我看到了害怕的神情 這個階梯讓他感到異常害怕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這個辯論結果更可怕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辯論完之後 大家發現這件事情 垮台了 完蛋了 絲紅遍野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拜登的我們講 大家認為說他獲勝的程度 只有33% 換言之有3分之的民眾都認為 是川普完勝 剛剛講這是CNN CNN是一個親民主導 這應該是親拜登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的 現在CNN跟川普苦大仇深 雙方過去在川普當總統4年裡面 雙方是對著幹打了4年的仗 就沒有想到光是CNN做的民意調查 他認為拜登贏的只有33% 認為川普的居然高達67% 更可怕的是 川普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海報 他要回來了 誰也擋不了 對 Nothing can stop what's coming What's coming Trump is coming 川普真的要回來 各位 他說Nothing 絕對沒有任何人擋得住我 但你說CNN 這個指導是我們講親民主導的媒體 都看衰 不只連拜登最親密的友人 連拜登的親信 連他的至親好友 都看衰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講的Thomas Freeman Thomas Freeman是誰 他是一個曾經獲得過普利斯獎 三屆的一個作家 結果這個作家是拜登非常好朋友 他說我當時我在看論這個辯論 而我人在這個西班牙 沒想到看完之後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刻 比現在這個時刻更令人心碎 寶貝克 他看著他的好朋友 辯論完之後 走下台之後 他的眼淚兩寒 老淚淚汪汪的都直流了 他都忍不住哭出來 因為他說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想像 未來的世界將會如何 而且剛才講的 紐約時報一直來講 他是屬於自由派的 他照樣是比較親民主黨的 就剛才講 現在不是Thomas Freeman 現在包括誰 包括克魯格 包括記者 全部都要求拜登 你現在給我 你現在退出 當然為什麼 從此紐約時報的三個 重磅級的專人作家都說 我們希望能夠換燈 可以換燈星 各位仔細看一看 整個拜登不是說他到底講了什麼 而是我們講的 他們講光是用眼睛去看拜登的行為 都是一場災難 比如說我們剛剛才講完這個下樓梯 但你以為這樣嗎 沒有 我們帶你來看到他的夫婦人 Jill曾經幫他站台演講 結果那個站台演講的畫面 重點反而不是Jill 來你看 看一下拜登的畫面幹嘛 兩眼發尺 整個人呆滯 然後我的嘴巴 鼻鼻鼻鼻鼻鼻 各位 他到底人在哪裡 他的神 他的魄 都已經不知道飄向何方 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幾秒了 10秒 10秒 你看看 就連他老婆對著他比 跟他比 然後他還是 沒有反應 開始凍結在那邊 整個人 美國其實也蠻壞的 就看他有沒有眨眼睛 他說他的眼神空洞 甚至將近一分鐘的時間 眼睛連眨都不眨 對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說只有一步 我們會說拜登在想事情 他剛好在想國家大政 不是 他就連別的場合 你看喔 他整個人待在那邊 反而是他的夫人 像是把他當作小baby一樣 要take care他你知道嗎 還趕快去扶他 去攏著他 然後整個講了神情機啊 但他的夫人 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當你表現得越慷慨機啊 當你表現得越活躍 反而襯托了你旁邊的丈夫 有多傻 有多呆嘛 不是 而且剛才講的 後宮甘政都是全世界的大忌 大家看到Gill這麼厲害的時候 大家想 這個國家到底是誰在帶你 這個國家到底是誰在主任 所以現在剛剛講 公文黨他們就弄了一張照片 這個Gill 這個Gill拜登他在什麼 他在看公文的時候 難道這個國家的公文 是Gill在看的嗎 對 所以非常諷刺 他說 Is Chair Biden running the country 到底現在還是拜登在執政 還是我們的第一夫人 我們的夫人在執政 搞不清楚嗎 甚至你看他們製作這個梗圖 非常有意思 這是什麼 這是用時間區分 比如說是早上10點開始 拜登會出現 10點 11點 12點 1點 2點 3點 沒有 到下午4點的時候不好意思 因為拜登已經行為不能了 所以所有晚上的時間 甚至到了半夜 都是由他老婆來一手主導 好的 現在就有一家媒體 我們看到的每日電訊報 就做了一個我們不知道的內部調查 它是什麼 原來拜登他的生理時鐘 只有到哪裡 只有到下午4點 也就是下午4點他就要休息 下午睡他就要睡覺 而這個辯論在什麼時鐘 在晚上9點 但是他的智力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是沒有辦法應付這麼晚的活動的 對 沒有說保證 因為我看到一個畫面 我覺得非常奇怪 也就是拜登在整個辯論完之後呢 他實際上是有去造勢場 當然有讀稿機 有prunter 所以他面對讀稿機的時候 有啊 看海基啊 我想說啊 對 沒有說 因為時間問題 他只要過了下午4點呢 拜登會自動shut down 來 各位你看 這是拜登在辯論場合上 你仔細看他的眼睛 你仔細看他的眼睛 有沒有眨 沒有眨眼睛 你不講 我還以為這是敵肺 我還以為這是AI 還是沒有眨 13 14 15 16 17 他的眼睛 就是不會眨 所以你看喔 連這個比較中立的經濟學員都說 拜託 come on 不是眼睛眨不眨的問題 是你拜登 到底有沒有要走 因為如果一個總統 只能從早上10點工作到下午4點 而剩餘的時間 高達我們講的 從晚上下午4點到早上 通通都是由你老婆來掌握 所以你就不能 所以 剛剛講到的 這一個照片就不是哭手了 這個時鐘 也就你從早上10點 11點 12點 1點 2點 3點 到了下午4點 就誰在管事了 就是Gear在管事了 當然保理哥 我們這不能怪他 因為這個叫做生理極限 畢竟人年紀大的 他就是個生理極限 所以現在美國人就在諷刺說 我們真的很慘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拜登在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至少還神采飛揚 他說辯論跟他的對手 還用碾壓 就19年 大家已經開始說 沒有 我跟你講 拜登已經老了 結果沒辦法說 我們錯了 為什麼 因為格勒到了2024年 我們才發現沒有 拜登這個才叫真的老了 所以美國人現在很煩惱 他只能說 我們只能在兩個人當中選 一個叫做 Nothing Hold Patient 一個需要護士在家看管的病人 一個叫做非人 一個叫做重罪犯 為什麼我們現在慘到 只剩下這兩種人配選 所以這個是對比 他在上一次4年前的拜登 跟4年後的拜登 你看雖然4年前的拜登 拜登已經夠老了 可是你看眼神還是銳利的 他的話語還是清晰的 可是到了4年後之後 你看到不要說他表情上的老派 他的語言 他的思考都讓人害怕 你就看到了剛剛講到的 連CNN的主播 就問了賀錦麗都講 難道我們的總統平常 就是這個樣子嗎 對沒有錯 而且賀錦麗還完全回答不算 但沒辦法講 因為你仔細看 過去的拜登 他即便有點老態 但是他的眼神是有靈魂的 而且代表他是有情緒張力 可以在他的演說表演當中 雖然不及2012 但2019年還算是一號政治而誤 但是到了2024年 我們不要講說總統辯論了 為什麼所有的評論人 都會講說我上 我都比他強 因為理由很簡單 現在大家懷疑的不是拜登 到底有沒有擔任一個總統的資格 而是他有沒有辦法健健康康 你要想想看 如果現在的拜登是這樣 那如果給他當選 當了三年之後的拜登 會長什麼樣子 三年之後的拜登 他會不會連一句話都講不出來了 所以看到沒有 現在幹嘛 川普活過來了 剛剛那個海報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阻擋他 沒有 一個都沒有 現在剛剛講的 他的幕僚開始已經對未來 開始破壞了 他現在的募款 他現在的人數 越來越多了 因為別人的失敗就是我會快的 現在川普是最快的 各位 各位我們現在給你看到的照片 是當他結束辯論之後 走出會場 以前川普走出會場的時候 你知道他會怎麼樣嗎 哎呀 在那邊搖搖擺擺的 然後動作非常誇張 當時他被西拉蕊 羞影的非常慘 結果每一次這一次出來 沒有 異常的沉穩 非常淡定 只是雙手微微的比了 落槍 Nothin nothing can stop me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就講 他除了這次游刃有余之外 就原來他出來之後 他也不嘲笑拜登了 因為他知道自己勝券在握 反正我現在只要不犯錯 不要被人家抓皮條 你就拿我沒辦法 我肯定會當選 甚至我有皮條 我還是會當選 所以你看到他討論的是什麼 墮胎 經濟 移民這些問題 開始跟過去的川普不一樣 聊一些正式 甚至是在後來的造勢場合上 還用他的專機 你可不可以 就是拜登專戰 川普的專機 還特別在那邊做我們講的特技飛行 這太囂張了吧 對 就需要給你看 上面還印著Trump這個字 他做的他的私人的專機 私人的專機到他的造勢場合 才故意搖擺一下 對 搖擺 為什麼他說 Because he is the boss 他是我們的老闆 而且He does it again 不代表什麼意思 川普極有可能會再次當選擇 甚至是就連辯論後的造勢場合 高達2.5萬人參加 而解釋 同志人 全部人山人海塞滿滿 甚至還製作相關影片 這是什麼 藍波耶 他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當時我們講的 停的那個口號 還沒什麼感覺 結果你現在看看他這個圖樣 你現在看看他這個英勇 勇猛的這樣子 對比了拜登 所以現在川普的競選影片 把它變成美國英雄的影片 都出來了 對 沒有錯 現在對於美國人來講 已經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即便他們譏諷說川普是個我們講的 Felland 他是一個重罪犯 但是對於美國人而言 這是變成是一個沒有選擇當中 唯一一個可以代表美國人的選擇 而且剛剛講的 紐約時報剛剛講的不是Thomas Freeman 表達他的憂心 甚至在西班牙里士本 看著這個直播的時候 他眼淚就流下來了 包括他們有三個新星的 所謂的專人作家 三個人都是清明助長 都是自由派 全部都說他們看不下去了 他們說誰來做 都比拜登要來得好 對 沒有錯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是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代表說他本來就是清明助長 就是連自家人都忍不住說 我要吐槽 包括Michelle Ross以及埃茲拉 他們怎麼講的 比如說埃茲拉就講說 我跟你講辯論這個絕對是最糟糕的一天 甚至就連Ross都說 我自己也感冒 因為拜登說我是感冒才表現不好 他說拜登我感冒我去跟他辯論 我絕對也不會表現這樣 連我都可以碾壓他 甚至就連這個Michelle都說 當辯論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有無數的電話一直打進來 大家已經開始全部整個民主黨 集體恐慌大崩潰 而最後他講一句話 最痛的一句話就是 我根本不用聽拜登講什麼 光是他的表情 光是他的深情 就可以讓所有民主黨的人陷入恐慌 甚至陷入絕望 拜登上禮拜 美國總統這場辯論 對民主黨來講 真的是一個巨大的災難嗎 他講到 現在所有親民主黨的媒體 只有一個共同的聲音 拜登 你自己不要選了吧 是 我跟你講 你看那個費里面 他裡面寫的其實是很感人的 他說 我從三四十年前 我們一起到了巴基斯坦之後 我跟他一直是朋友 我愛這個人 他是個好人 他愛拜登 對 他說他是個好人 他是個好總統 但是你已經沒有辦法再進行這個工作 你知道他在文章裡面寫 他是看著電視辯論 他在那邊老淚縱橫 他是看著他人在 看著電視老淚縱橫 他人在葡萄牙的李斯坦 看著他說他在那邊哭 他拿過三屆的普利之獎 他看過任何大風大浪 人間的地域他都經歷過 可是看到這一場的總統辯論會 他知道川普要贏了 老淚縱橫 所以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跟那個拜登 我們是好友 你知道嗎 他所有的一切 過往的一切 我都引以為榮 我認為你是非常好的一個人 我覺得你是美國很棒的一個總統 但是我現在竟然要很難過的告訴你 為了美國好 你必須要下來 為了美國好 對 你就知道那一種感覺 你必須要對一個你的自由 此生的自由 講過最殘忍的一句話 什麼話 你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資格再擔任這個角色 所以我剛看那個文章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我光看我自己都快哭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他想說他真的是看著電視邊論 邊看邊哭 他說什麼 我們兩個一起去哪裡 去巴基斯坦 去阿富汗 從那一次之後 他說這幾年 2001年 所以換句話說 他從2001年跟他到現在 就已經是朋友了 所以我們已經是20幾年的朋友 結果沒有想到 而且你知道嗎 他還特別點一點 我覺得一點才是重點 他身邊的家人要去釐清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個其實我覺得有問題 就他的老婆Gear 甚至今天有一個他的攝影師講 他完全被他的老婆蒙蔽了 因為他的身體狀況 外面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被隔開 甚至為什麼大家就會那麼恐懼 因為美國剛好跟他兩派 一派是等於說是非常喜歡川普 但是另外一派 根本把這個所謂的川普 當成蛇線一派 他在講 他說拜登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好總統 但是川普呢 川普是一個惡毒的人 小氣的總統 他沒有學到教訓 也沒有忘記本性 他也是一如既往的撒謊 沉醉在落選的悲傷 他不肯地帶領 21世紀的美國的 好 那現在他竟然對川普 這麼的不屑 那他為什麼突然之間 他應該要很支持拜登才對啊 為什麼他會突然之間 就要推選 因為他一定知道 你再這樣選下去 選不上了 溫蘇耶 溫系耶 而且我跟你講 他這個文章的第二段 那個很有趣哦 他寫什麼 他說哦 這個你們的家人哦 他的家人跟工作人員 一定要知道這一點 所以換句話說 什麼意思呢 你們是不是明知 你的家人明明知道 他已經不適任了 但是你們還讓他 逼著他選 逼著他選 所以他這個整篇文章 事實上他是衝著吉兒來的 因為什麼 吉兒你看那個樣子 他就是很想要當第一夫人啊 我問你 你老公不是總統 你怎麼當第一夫人 所以他就說你給我選 你怎麼可以不選 同一個 你看一個畫面 你知道什麼畫面嗎 就是他要下來 他已經電話完下來的畫面 下階梯 所以下階梯的畫面 他這個下 你看 這個甚至有人就怕他說 天啊 這張照片講了一切 什麼意思呢 他連要下台 都還要吉兒牽他下台 換句話說 沒有吉兒 他是不知道要下台的 所以換句話說 他已經沒有辦法做自己了 還有剛剛有一個影片 就是吉兒在那邊講 他對著拜登講 知道他對他講什麼 他說 你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你表現得真的是太好了 你回答了所有的問題 你真的表現得真的是太出色 但你知道這個川普他怎麼樣嗎 川普他說謊 結果你知道他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而且在這麼多人面前 大家只想到一件事 欸 把我們美國總製 把他割到你娘來要這樣割 把他割成 這是美國人想要看到的美國總統嗎 而且更可怕 這剛剛已經不是說所謂的精英 這些所謂的意見領袖 剛剛講一般的老百姓 剛剛講的我們很愛你 但是這個是時候了 你該下台了 我們感謝你 現在但是接下來你應該走了 拜託你就已經離開吧 我們這個時候為了你下台吧 為了美國的民主 我跟你講你知道那個場景 是什麼場景嗎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自己的 這個辯論搞砸了 根本是核彈級的一個災難 所以他接下來48小時 他竟然連跑了四周 跑了七場的一個辯論 然後你知道這個場景是什麼 就是他要去一個他們大金主 對沖基金的一個金主的家裡 去拿大筆的捐款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要去人家轉述 他說他知道他自己表現得不是很好這樣子 結果就是他要去拿這個金主拿錢的路上 旁邊的這些人舉牌 你其實看你為了難過 Thank you Next 什麼意思 你就趕快出局了 再來 We love you But it's time It's time 什麼 趕快走了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最敢的人 他其中有一個人就講到說 就是 Please drop out For US 或說For US 都可以 所以不管怎麼樣 請你為了我們 請你為了美國 請退出選舉吧 所以這些 你知道這些人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不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他們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為什麼民主黨的支持者 要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根據現在的一個相關的民調出來 你知道嗎 在選前 認為拜登 有可能會當上總統有機會的 大概35.7% 然後當時認為川普有機會當總統的是51% 雖然有差了15個百分點 這件事還沒有那麼誇張 這次選 這次並不亂玩 你知道 竟然拜登一口氣結了22個百分點 不到20%的人認為他可以勝選 然後整個川普現在來到57%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剛說 這是核彈級的一個辯論 太嚴重 而且甚至有人用歷史史詩級的災難 來形容這個辯論 每一個民主黨的人 看了全部都哭了 然後另外一個你知道嗎 現在就還有呈現一個狀況是什麼 有人開始越來越積極表態挺誰 挺川普 不是 而且跟他講 所有的國家都有西瓜派 不是台灣有西瓜派 全世界最大的中間選民其實就是西瓜派 剛才講到這個選完了以後 第一個 賭盤川普贏了 今天華爾街 華爾街馬上開始很多人 擁護川普了 是 而且這些人擁護川普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甚至講什麼 真的很荒謬 他竟然說400個投資人裡面 竟然有67%說 事實上在川普執政那4年 我們的納斯達克指數 漲了68% 137%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 漲足多少 換句話說 其實他做總統也不錯啊 我們的經濟也不錯啊 哇 現在就變成是連華爾街 向來最近提出那個華爾街 今晚都翻盤 更不用講 更不用講什麼 美墨邊境的那一些巡邏隊 那巡邏隊直接簽文 Be clear 什麼意思 We never have and never will endorse Biden 意思就是說我們從來也 未來也永遠不會去背書那個拜登 你就知道這一次的事情 真的實在是 邊境巡防隊都表態了 都表態了 因為他們可能會認為說 以前的這個就是美墨邊界 要築高牆這件事情 通常都要他們去巡邏啊 事實上 你講難一聽天 他們是政府單位耶 政府單位誰會跳出來說 我們反現在的總統 結果他們現在反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就是穩 那個川普穩了嘛 選情穩了 所以現在也有一個所謂的一個陰謀論 什麼陰謀論呢 就是在討論 事實上美國總統大選 從來沒有在兩個黨 都還沒有提名 這個證券被提名 正式被提名之前 舉行辯論會 過往的辯論會都是什麼八月九月 甚至 就是兩黨的這個所謂的黨代表大會 確定了以後才有辯論會 都是七月以後才會有辯論會 然後呢 甚至在希拉阿倫那一次是在前 總統開投票前45天才辯論 就這一次竟然提前到六月 而且這一次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在現場竟然完全沒有就是所謂的觀眾 還記不記得以前他們都現場有觀眾 然後大家嗚欸 嗚欸 就是很熱鬧嘛 就是這一次完全沒有觀眾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辯論的時間 就是九點多 就感覺說大家在講什麼 大家就知道 因為拜登的狀況不好 所以現場不可以有觀眾 如果現場有觀眾 他馬上就又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所以就像是 每日電視報講的 拜登下午四點以後 他就累了 因為他下午四點以後就累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應付一個 晚上九點的辯論 是 當然這一次辯論 還是一樣的狀況 可是現在所謂的問題點 有一個陰謀論出來 保證更知道陰謀論是什麼嗎 陰謀論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民主黨已經 很多人都知道 拜登已經 選不下去了 不是 拜登的身體狀況 已經沒有辦法再試試 所以他們其實是希望 拜登自己退選 是集而一直堅定的要選下去 所以換句話說 你知道這一場是誰辦的 是CNN辦的 是CNN辦在這個場合 等於是公開讓全美國人看見 其實 拜登的樣子 拜登沒有辦法再試試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集而的野心 好 所以體會 剛才講的這件事情 這個辯論 真的對全世界 對於美國造成這麼大的衝擊嗎 剛才講的現在民主黨 剛才的天要垮掉了 剛才講的真的是倉皇之座 不只是這樣子 現在這兩天剛才講的 你說連澤倫斯基 這兩天突然說我在擬定計劃 一個和平計劃 都是他說他意識到川普要回來了 川普要回來了 天要黑 天要變了 要變天之前 大家要想辦法了 對你知道 澤倫斯基就是最害怕 這個川普當選的 因為川普已經揚言說 如果說他當選的話 基本上就不給烏克蘭武器了 就等於說把烏克蘭當作氣質 這樣丟掉了 所以其實最害怕的就是澤倫斯基 你知道美國辯論是在6月27號對不對 結果6月28號澤倫斯基就提出了說 我準備要結束戰爭的一個全面計劃了 我在擬定計劃 對 在擬定計劃 而且這個擬定計劃 基本上他也還沒有跟普丁談 那這時候我想普丁心裡 可能也有一種想法 說這個小子 這個川普如果回來的話 我可能也要趕快結束這個戰爭 好 那現在看起來 從這個辯論會上看起來 再從這兩天剛才講的 他去了四個州 七個活動 在七個活動不去也就算 然後另外我們看到 有個去冰淇淋店 那個人馬上就嚇著 因為他的動作太慢了 慢到就像殭屍一樣 把很多在店裡面的顧客 都給嚇壞了 那這種照片 這種禮拜一動就出來 拜登真的沒機會嗎 拜登沒有機會 但真的是川普 那現在拜登有機會下台嗎 拜登有可能這個人 這個人選有可能更換嗎 對 現在因為拜登經過了 是所謂的地方的初選之後 然後現在整個八月的時候 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八月 對 八月的時候 然後九月還有一場辯論 但是就是說八月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換人 不是說不行 而是說整個黨內會分分離析 民主黨內部來講的話 很多年輕人雖然有些人 想要躍躍意識 但是事實上 並不是所有的民主黨 都支持這個年輕人 比如說紐升 基本上大家認為說他機會蠻大 賀錦麗自己也認為說 自己有這個機會很大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支持者 會造成民主黨的分裂 這個分裂下去不得了了 你知道在國會選舉當中 可能就會所謂的群龍無首 或是分分離析 而造成整個讓共和黨 把選票奪走 另外一件事情來講的話 你們發現到一件事情嗎 拜登他這一次退選的理由 如果說因為他是老人 因為他所謂的狀況有一些問題 那我問各位 裴洛西為什麼要第一時間 跳出來支持他 歐巴馬或者是克林頓 這些老人 為什麼要跳出來支持他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民主黨內 還是目前是老人說了算啊 你是要把老人放到哪邊去 今天老人俱樂部 叫大家早上先退休嗎 那你們這些年輕人 真的太遠了 所以他又涉及到 內部的世代交替的問題 所以這個選舉還講的話 你就讓拜登試試看 那民主黨不就完蛋了 也不見得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其實川普他現在就是囂張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飛機這樣飛 為什麼這樣飛 你看那個導播在看這樣 我的專機要到造勢場合 我還故意搖擺了一下 那為什麼他這樣子 再把說川普坐在裡面來講的話 我可以這個所謂的 適應這個整個飛機傾斜了 你知道飛機它的狀況 如果是氣流顛波來講的話 對老人其實來講不是很舒服的 但是他告訴你說 我川普的身體可以 我可以支撐到這個 然後拜登其實不行了 他其實要表現出這種概念 是現在的確只有基爾 可以勸拜登 你就自己就不要選了嘛 那你看黨內怎麼處理 但問題是說 如果按照基爾夏現在 跳出來說 他還是支持拜登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拜登退選機率並不大